上次咱们聊的电剧人漫画113话 说这次咱们聊电刺 电刺的两个地方让我们感觉 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变化非常大 第一个地方就是小赵给电刺科普 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知识的时候 后来电刺都不耐反了 他就是吵着要去看企鹅 搞得小赵也生气了 小赵直接说你给我闭嘴 就是你按照我的计划来 你什么都不用想 听到这句话之后电刺也火了 这个画面非常明显 电刺猴起来了 他说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我也想了很多这样那样子的事情 我都在考虑的 这个就不得不说到第一部里面 马骑马曾经也跟电刺说过同样的话 秋死了之后 电刺去了马骑马家 然后就是明场面了 他说我想成为马骑马小姐的狗 明场面是80话的末尾 然后81话开头 电刺说我已经什么都不想去想了 之后门领就想了 马骑马在开门之前跟他说 你什么都不用去想 相信我 然后让电刺开门 结果电刺就真的什么都没想去开了门 是趴瓦站在门口 然后电刺就轻易目睹着马骑马把帕瓦给杀了 可以说这件事对于电刺来说是极具冲击的 也因为如此 他再次听到小赵跟他说 你什么都不用想的时候 他的内心至少是潜意识里面 他是非常抵触的 所以他才发火了 吼了出来 所以后来电刺直接就甩脸走了 就算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去看企鹅 就不管小赵了 我自己去看了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然后电刺就一个人溜达了一大圈 又转回来了 发现出不去了 第二个变化就是他在转回来之后 他跟小赵说的这些话 首先这一次他意识到出不去之后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永恒恶魔 那咱们就来看看他第一次遇到永恒恶魔的时候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第一部的第15话里面 就跟大家说 他说可能只有八楼因为恶魔的力量 这个时间停止了 可能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救我们 那么意思就是说 咱们出不去 人家也进不来 咱们可能就要在这等死了 他这话一说 其他的四个人包括帕娃在里面表情都是非常的惊恐 很害怕的 脸上都冒出汗珠了 小红就更不用提了 但是电刺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非常兴奋的说 好厉害 太棒了 但我不可以睡个够了吗 对吧 这么好的床 我从来都没睡过 非常兴奋 非常嗨的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电刺 他的精神状态 异于常人 对 就是用一句话来说吧 他是一种 没有恐惧心 对 他对恶魔是没有任何恐惧心的 他是那种有点疯狂的 所以恶魔最害怕的就是对恶魔没有恐惧心的 因为恶魔是以恐惧为能量的 对对对 是吧 对 所以当时的电刺 他就是所向无敌的感觉 因为他不害怕任何恶魔 但这一次呢 完全不一样了 这一次当他意识到出不去之后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紧急事态 就是说这个水族馆看上去也没那么大吧 但是呢 我不管怎么走的话 都走不出去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的表情是很严肃很正经的 紧接着他就说 看来是有一个麻烦的家伙从地狱回来了 然后最后这张图 他是插着腰的 就感觉 哎呀 烦死了 我要去处理这个麻烦 是这样插着腰的这个状态 跟他以前那种很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按照道理来说 他这次不应该像是 哇好厉害 那我不可以把鱼看个够了吗 对吧 他并不是说像以前那样睡个够了 而是说 有个麻烦的家伙出现了 就是说他的这种思维啊 他是回归于正常人的这种思维了 反而会让人有一点担心 并且感觉他在思考 他来用脑子了 对对对对 我刚才是想 他遇到这个恶魔之后 他可能就说 哎我终于有机会展现出 我是电剧人的一面了 你上次不是不相信我吗 对对对对 我这次直接变身给你看 应该会更兴奋你知道吗 那也对 你的这种状态 他也是一种兴奋 但是呢恰恰相反 他反而就是说 觉得是个麻烦要来了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 你知道吗 这个让我就感觉 他不是以往的那个电刺 你知道吗 他不疯癫你知道吗 哪怕我向你证明 我就是电剧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也应该是很嗨的 对吧 我得到了一个机会 得到了一个舞台 这个不是饥恶魔 给了小赵一个舞台吗 把他困在水族管 其实是给了电刺 证明自己就是电剧人的一个机会 是吧 你更不跟我谈恋 我就是电剧人 电刺为什么变了呢 难道是作者想让我们读者 看出电刺的这种成长变化吗 是藤本书希望我们不安 让我们担心害怕是吧 他想让我们发病 好 我来了 我来了 好